陈公举起宝剑要把曹梦德给杀了 可是剑也举起来了 他就手下不去了 怎么回事呢 陈公转念这么一想 我是为了报国呀 才跟随着这不义之人来到了此地 今儿个我要是把他杀了 我其不也落一个不义之名了 怎么办呢 我不如离开他得了 另寻去处 陈公想到这儿 把剑轻轻的魂入俏内 把门拉开来到院里 找到自己的马 出了电藏 陈公走了 陈公刚走 唐唐醒了 他回头一看 陈公怎么不见了 陈公就起来 扁着灯他这么一找 不然陈公不见了 马也没了 哦 他这才明白 公才是弃我而去 人家 人家离开我了 为什么呢 不用问 这准是我那两句话 他伤了心 我说 宁愿我付天下人 不让天下人付我 陈公看我是个不仁不义之人 这才离开我 哎呀 曹操一想 他这一走 要是远走高飞还好啊 如果说 他要是到那儿报了官 去给官府送信 带着官兵来捉拿我 可怎么办呢 我呀 我也走吧 曹操想到这儿 赶忙把马皮牵出来 飞身上马 连夜离开了殿房 马不停蹄 直奔陈流 到了陈流这儿见着了 他的老父亲曹松 他父亲一看 哎呀 孩子啊 你闯了这么大的大祸 天下各地都在会影徒刑 捉拿于你 你是隐藏起来呀 还是就待在陈流 老爹爹 孩儿想尽散家财 打刀枪制盔甲 招兵买马 巨仇吞粮 联合天下各路 英雄好汉 你也懂贼 重整汉室 哎呀 老曹松一听高了性 我这儿子行吗 有这么大的志向 好 老父请愿 把所有的家财散进 这老头 开始捡房子 卖地 把全全拿出来 买铁 买马 买铁子买 把刀枪 没这玩不行啊 制盔甲 也需要铁呀 然后又插起杆 大齐来上写 忠义二字 头子就在陈流 这儿招开了兵了 每天这报名的 是络绎不绝 一听说 杀董卓服汉使 大家甭气多高兴了 都争着抢着来呀 还有往这儿送粮草的呢 来了好多英雄好汉 越近离点 曹仁曹红 夏侯敦 夏侯渊 这夏侯弟兄 可不是外人 感情是曹操的本家兄弟 曹操的父亲曹松啊 是宦官曹藤的一个过方的儿子 所以这么姓了曹了 自己的几个兄弟来了 曹操更高兴了 而且夏侯敦夏侯渊的本领 还非常好的 都有万福不党之勇啊 这次听说曹操在这儿招兵 他们带来了好几千人马 哎哟 曹蒙德 真是屏蔽一声春雷啊 这气派可大了 他马上就给各路诸侯 把信发出去 请诸侯到这儿来 是共议国家大事 福汉使 陶董飞 曹操这第一封信就写给了袁绍 因为袁绍最恨董卓了 袁绍看不惯董卓那骄横霸道 胡作非为 俩人不是在酒席宴前打起来了吗 后来袁绍一气之下走了 董卓怕他造反呢 封他个渤海太守 袁绍手下有人马呀 所以这第一封信给他 袁绍接着曹次这封信 当即就起了兵了 袁绍这起兵 各路诸侯是分分而至 第一路诸侯来的是 侯将军南阳太守 袁绍 第二路几州 此时韩服 第三路宇州 此时孔修 第四路沿州 此时流战 第五路河内军太守王狂 第六路陈流太守张苗 第七路东军太守乔茂 第八路山阳太守园仪 第九路纪北乡报信 第十路北海太守孔龙 第十一路广陵太守张超 第十二路徐州 此时桃前 第十三路西凉太守马腾 第十四路北平太守公孙丹 第十五路上当太守张阳 第十六路乌城侯 长沙太守孙间 第十七路七乡侯 渤海太守袁绍 只有第十四路诸侯 北平太守公孙丹 还没到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公孙丹怎么来晚了呢 原来他在路上 遇到了几位英雄好汉 他碰上谁了 不是旁人 就是张飞边独幽之后 离开安西县的 刘关张兄弟三人 公孙丹怎么认识刘备呢 因为公孙丹与刘备 是同窗好友 没想到今儿在这儿碰上 他一问刘备 刘备把前三经过 咱们一说 自己现在在哪儿待着呢 在刘备那盒避难 哎呀呀 先帝呀 你赶快跟我去吧 咱们和曹操曹梦德和兵一处 灭独贼 通福汉市 说到这儿 公孙丹看了看刘备身后的二兄弟 那这是什么人啊 宣德这才给引荐 这是我的二弟关羽 三弟张飞 哎呀 公孙丹一声九样大名吗 现在不知道两兄弟关居何值 我二弟是马公手 我三弟是不公手 公孙丹一听谢气 这么大本事的人 才是个马公手不公手啊 这简直是两颗明珠 埋在土里一样 得了 别在这儿待着 快跟我走吧 因为这个公孙丹晚到了两天 总算赶到了 他把人马扎住 这么一看 哎呀 连营扎出这二百多里啊 那帐篷脚 压着帐篷脚啊 撑得起是奇分十色 真是兵是兵山 将是将海 站着远处 熟的连篷 这么一看 无兵无焰 将荣蒙同马刺 交融窥鸣甲亮 刀枪月眼 骨口生生惊奇历日 中军好似斑蓝虎 寻名小孝四孙 曹操一看 诸侯们都到了 他是杀牛仔马 大雁群庸啊 这么多的诸侯 得选个盟主啊 人无头不走 鸟无翅如飞 不能群龙无首啊 那么谁担当这个盟主呢 曹操提了一个人 说只有袁绍原本处 能有资格担当这个盟主 袁家四世三宫 德高望重 袁绍心里是挺高兴啊 不能说好 那就是我吧 咱们也得客气两句啊 不行不行 蒙头 袁绍不能啊 我怎么能担当这样的重任 还是选别位诸侯吧 大家一定爱 袁绍公您就不用客气了 只有您够资格能担当这一盟主 空口无凭不行啊 就这么喝酒一说就完了 怎么办 明日一早 得登台拜应 当天晚上就修起一个台子来 这个降台高三丈 一共是三层 分天地人三台 七分五色 红黄蓝白黑 分金木水火土 东西南北中 中方下一幕 西方更新金 南方秉丁火 北方人归水 左有白蚝又有黄蚝 白蚝就是旗子底上 扎那么一左的羽毛 这黄蚝 数得出尖叫蚝 光有这蚝还不行 还得拿金色把它涂了 叫黄蚝 摆这么两种东西干什么呀 为了显示庄严和权威 袁绍原本出 衣冠楚楚魂 配叮当 泪下配剑 是挺身走上降台 免香下败 然后是高声朗读蒙曰 蒙曰这个大义啊 就是汉使不幸 北辰赌卓专权 堵死了皇帝杀害黎民百姓 以元绍为首的各鲁诸侯 同心协力 灭贼兴汉 是谁也不准有二心 皇天后土 祖宗明邻啊 最后这些诸侯 跟着都跪下了 磕完头起来 是煞雪为盟 什么叫煞雪为盟啊 这煞雪为盟是古代人的 定盟约的一种重要形式 把雪抹在嘴上 这就表示决心以下是永不悔改啊 元绍走下降台升了中军宝杖 中军官捧应官传令官插手而立 捆帮手刀出手 列列两行 元绍看了看各鲁诸侯 列位大人 元绍不才 承蒙诸公推为盟主 有功必赏 有过必放 国有常行 君有纪律 各已遵守 不得违法 大侠一口徒声 我等有令则行 一文少拿起一支令剑 一文数听令 我此地令剑一支 不知蒙主哪相使用 命理为都连官押解全军粮草 不得有辱 得令 吴城口 长沙太守 孙剑听令 咱 孙剑拍一条鱼 他为 几步走到水岸前 这位可了不得 自有江东猛虎之声 命理统兵十万 为全军先锋棍 封山开路 御水碟桥 并发四水关 不得有 得令 瞬间立刻率领自己手下 死员大将成祖王 该含当祖茂 当夜领兵 兵进四水 在四水在哪啊 就是现在河南 行阳以西 虎劳关就在那 人马还没到四水呢 四水关的流行盘啊 已经抱进了相府 可把董卓吓坏了 当即生殿一世 把文武全找来了 如今各路诸侯 兵翻四水 我们该怎样迎敌啊 董卓的话还没说完呢 吕布就过来了 相父 这有什么可怕的 您就给我一支降令 我是这一群诸侯如草芥 草芥就是小草子 我把他们的手机全拿来 您把他高挂国门 以警效忧 东卓一看 我有温猴吕布 老夫 呜呜呜呜 董卓刚要把令cian交给吕布 在殿桥下 stop了一味 他大喘了一声 惫麻 杀鸡烟 又再妞刀 可曲曲小事 和老温喉脱下 某家不才 乃伏水关险 杀这些诸侯手机 如坦囊取物一般 也和 董卓一看 我这能人不少啊 这是谁啊 他几步一看 在剑脚下站立一员大象 嘴身高九尺开外 身的是狐体狼腰 抱头猿臂 面如生蟹干 那脸边生螃蟹干似的 清清绪蓝哇哇 律不激指了豪情 没横一字 是赤梅七无然 七无然 别人那胡子都一扭一扭的 打在胡子圈打着卷 用手这么一揪 二尺多长一撒手 突又前回去了 卷毛胡子 头戴青铜狮子盔 猪鹰倒挂 露海带密牌金钉身穿 大叶青铜甲子战袍 上袖海水江牙 宝兰色中一族 等五彩战靴 此位乃是关系好汉 大剑滑雄 带着身后有一名小孝 给他扶着那口打刀 对我天哪 这口刀叫三瓶冷年朔和善板门刀 刀头长三尺三寸三分三 背后一只任薄一丝光 山下英亮亮 冷身身比人之寒 不问之耳目 当时的血潮都满了 是杀人不计其数 方才那几句话说得多狂 杀这些猪猴的脑袋 就像由兜里弯外掏点东西一样 一点也不狂 这人是真有本领 董卓心中大气 当时是派精兵五万 以华雄为大帅 胡真为先锋 赵存为副将 派李肃为谋士 刀老老一身炮响 兵离京城 来到四水关 刚到了四水关 有人挑战 华雄领人马杀出城外 刚把队伍列好 华雄一看 对面有一面大旗旗上 写着一个稻子 感情不是孙奸的人马 哪来这么一艘人马 感情是第九路中侯 继北乡 报信他兄弟 道中的人马 道中从哪来 袁绍义传令派孙奸走了 报信心里就不痛 哎呀 这孙奸要去了 打进四水关 指导洛阳 这功劳不是就他的吗 他秘密的把他兄弟给派出去 抄小路 奔四水关来 道中跑得挺快 到这一见华雄 他也不知道华雄多厉害 刚一报名 一个照面 连个回合都没走啊 叫华雄手起刀落 斩暴忠人头与马下 刚把暴忠给杀了 孙奸就感到是两军大战 这一通杀 尤打赏户杀的晚上 接晚上杀到了掌灯 杀的是伸手不见掌队面 不见人马 还养人蚕 孙奸的人马 叫华雄杀的打败 孙奸还没吃过这亏的 一下子大败了三十里 才算扎住了盈盖 收拾残兵败将 打了败仗就够惨的了 粮草还接济不上 朱粮官 袁树哪儿去了 袁树啊 根本就没给发粮 袁树想 孙奸乃江中一蒙火 这要把粮食给他公足了 他取下了四水 然后到洛阳杀死董卓 这功劳不就全归他了 我呀 我不给你粮草 军无粮自乱 果然 孙奸这人马就慌了 没有粮草怎么打仗了 四水官的李肃来见 华雄 华将军 孙奸大营里没粮了 将军何不趁此时 偷鹰结贷 生擒孙奸 先生 银之有礼 他们人穿鸾甲 马斋鸾铃 前来偷鹰结贷 孙奸一点防范都没有 华雄的人马到了大营行门 这还不让呢 一声炮响 杀进大营 孙奸是慌忙 披挂上马 忙中出错 怎么能抵挡不了华雄 让华雄杀了 人马是自散分头 足冒保着孙奸 且战且走 好不容易杀出一条血路 可是奇怪 孙奸往哪边跑啊 华雄的人马往哪边追 怎么回事呢 孙奸头上戴着一顶 飞龙烈焰棍 他这帽子上 有很多猪毛 晚上在月光下一照啊 这顶帽子痛容 特别醒目 有人就告诉华雄 华将军 那戴赤官的就是孙奸 华雄传令 一定要将他生起磨住 所以孙奸往哪边跑 华雄的人马就往哪边追 主帽子的一看 明白了 祝公 您这帽子太眨眼了 您把官给我得了 我把头盔给您 您往北走 我往东去 好好好 他和孙奸把头盔换了 孙奸往北去 祖茂往东边跑 华雄就拿祖茂当的孙奸 是死堆不舍 祖茂跑着跑着 一看路边有一片树林子 在这个大道口这儿啊 孤零零有这么一棵树厅 有一人多高 祖茂心生一记 他把这帽子摘下来 底儿 就扣这树桩子上 然后他一拨马 藏着树林子后边去 他打算要暗算华雄 华雄领着人 追着追着一看 孙奸怎么在这儿不走了 他吩咐人 乱箭齐发 给我撞死他 随着一阵当罗声 那箭像冰炮雨下的一样 摄了半天呢 这人还在这儿站着 奇怪 他派几个小校到近前去看 几个小校摸过来 怎么一瞅啊 哎 感情是树桩子 我说摄他 他不动地方了 这么摄摄的五月节 他还得在这儿站着 华雄一斗江绳 刚到近前 祖茂从树林子里边 窜出来了 祖茂的刀 还没等举起来呢 华雄一个大棚展翅 劈祖茂于马下 然后人家掌得胜骨回城 孙奸他们大败而归 袁绍一听到禀报 可下坏 这还聊着 江东猛虎叫人家给杀败了 而且华雄刀劈祖茂 哎呀 立刻升仗 把所有忠侯全都请来了 商量商量这得怎么办呢 花雄这元将怎么这么勇啊 这些忠侯来到忠君上 刚坐下 小笑来报 花雄讨战 这花雄来的也太快了 像开了口子的水一样 这人马就拥到袁绍的银钱了 不单来讨战 他让他手下的军校 用一根五战多长的大杆子 挑着孙奸内顶烈焰棺 在营门前骂战 你说这多憨诚人 袁绍一想就很了得了 什么人到阵前去花雄小季 旁边过来一闻小将 末将冤王 袁绍一看 是小将一射 多加小心 料也无方 一射呸挂上马 杀出营门 功夫不大 小笑来报 欺奉盟主 花雄刀劈一射 出去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 就让人花雄给宰了 哎呀 这花雄如此厉害吗 来 盟主修德掌花雄之威风 灭我们的锐气 末将不裁 我愿生擒花雄于乍下 袁绍一看 不是旁人 是大刀攀凤 攀将军 接令 攀凤劈刀上马 一身号泡 杀出原本 没有片刻之功 小笑慌忙来报 这报那音是从脑后出来 骑兵盟主 大事不好 盘将军到阵前 毁花雄 未战三合 被花雄 砍于马下 哎呀 袁绍一车 那吓傻了 这花雄这么勇吗 还有哪位将军 逃灵去战 帐里头没一个言语的 谁还敢接这令 袁绍看了看 嘿嘿 可惜啊 我手下两元大将 艳良文丑 一个都没来 今日如有二将 在我身边 何惧 你华雄 袁绍刚说到这儿 就听 有人冷笑 他举目一看 在公孙诞身后 站立一人 此人身高八尺开外 身子是面如中枣 我残眉 丹凤眼胸前 飘洒 五柳长篮 头上戴英格绿 扎金 身穿英格绿的战袍 冷笑 有者何人 这袁将一听问他 抢步上前插手势里 末将不才姓关 名语自云长 愿讨盟主一令 到镇前取华雄手计 关败何之 马攻守 嘿嘿 还没等袁绍说话 把袁绍给弃运了 什么什么 马攻守也敢讨量 那还不得让华雄笑话死啊 小小的马攻守 也敢强令迎笔 还不给我打出战外 更战何时 去办 让曹操给拦住 数工差矣 此人既然口出大言 必有惊人本领 让他镇前一战 又奈何方 占了华雄魂则棒 占不得华雄回来 再治罪 也不迟 原竖不远 袁绍一听有理 把令箭举起来 举起令箭 他看了看 又把令箭放桌上 利未大人 关羽到在镇前 若被华雄得知是一马攻守 岂不孝杀我等 哎 曹操摆了摆手 本处何处此言 你看 关云长气动非凡 相貌堂肠 到阵前 华雄怎么能知道他是马攻守呢 这个 袁绍没词 曹操把令箭接过去 曾夫人帐外给云长背马 就在背马这时候 讨扫亲手给关羽 倒了一杯酒 举到他的面前 云长 饮下此酒 再战不吃 云长手拧胡须 看了看曹梦德 多谢曹公后裔 此酒先斩放此处 关楼去去就回 说完了 他走出战外 手提青龙咽月刀 跨马突营了 功夫不大 就停营门外 是金谷大树 浩小长陵 占天动地 好像山崩地裂一样 那鼓敲得都振心啊 这些诸侯啊 都坐不住啊 一个个面有惊慌之色 袁绍一听完了 关羽此时早已被人 斩于马下 这时候替关公担心的 得说是刘备 刘璇德 旋得替二帝捏把冷汗 猛打得了华兄 更着急的是张飞张义德 他站在大哥身后 一个杀权魔掌 后悔刚才 没讨一支令 到阵前给二哥助主 袁绍坐在那儿冷眼看着曹操心说 关羽被斩 我看你这脸望哪儿歌 曹操坐那儿若无其事 正在这时只听大仗 在马祖轮临之声 跟着腾腾起步 云场打败不进来 他高挺胸膛 手脸常然 微合耳目 用手一抖 喷咕噜 把华熊的手绩扔进了大仗 曹操用手一摸 刚才那杯酒还没凉呢 云场亭杯 失英勇 酒上温食 斩华熊